如果蔡英文堂再聽不到 我們民眾可以開桌大聲開 所以我們今天帶桌子來呢 我們表達一下我們 小老百姓的心聲和訴求 現在新冠肺炎 試煉我們台灣 這個破口怎麼來的 大家心裡有數 早期要快篩 不快篩 要買疫苗 偷偷拉拉 有人要捐贈疫苗 設八道關卡 阻擋疫苗 郭台銘提出申請 要買BNT疫苗 從六月一號到現在 幾十二天了 六月一號提出的申請 突然之間 又把台銘電拉出來 這個政府啊 就這呼籠老百姓 今天死了這麼多的人 五百多人 難道 難道 你參議員政府 沒有良心嗎 拜登的一條狗 叫冠軍 拜登的狼狗 死了 你馬上哀悼 我們台灣人 死了五百多人 你 都辭職 不肯表達 千億和哀悼之念 台灣人 不如拜登的狗 這是什麼政府 所以 我們 有心聲 我們 有訴求 如果 蔡英文他再聽不到 我們民眾 可以開桌 大聲鼓勵 所以我們今天 帶桌子來了 發沒有太多的訴求 就是 趕快買疫苗 不要阻擋疫苗 前年立法院 副科技委員提案 要緊急授權 採購四千萬金的疫苗 結果 民進黨政府 在立法院 用強制的表決 用多數 否決這個提案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蔡英文政府 是草菅人力 定義優先 定義優先 我想跟 我想跟我們的總統 蔡英文 蔡英文總統報告 你們的政績 截至到昨天為止 我們萬華區 因為 情犯肺炎 死了76個人 今天呢 我們全國 取了560幾個人 所有 尋找 侵犯被人的號碼 這些號碼 就是對 蔡英文政府 最大的諷刺 請問一下 你們愛台灣的人民 你們有尊重過我們的生命嗎 今天 人命關天 疫苗優先 我希望 蔡英文政府 解討 再解討 人命關天 疫苗優先 台灣人需要疫苗 台灣人不需要藍綠 希望執政黨 拿下我們的執著心 幫助台灣人 人命關天 疫苗優先 人命關天 疫苗優先